玩笑胸啊 好玩手好在 各位 我做到了 哈囉 各位朋友們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走到台灣文化的話 你想到什麼 其實我覺得台灣文化 我是特別喜歡中醫這個部分 針交 推拿 把罐 然後就馬上就有料效 就馬上就會覺得身體舒服多了 挺起來喔 你對台灣的文化這個了解非常多 但是呢 我覺得還不夠啊 還不夠嗎 現在算是百分之九十 還不夠百分之百 太小水而已喔 對對對 但是沒有關係 今天影片相當的多次 我可以讓你百分之一百 了解台灣文化 真的嗎 真的 而且等一下呢 我們要體驗的是一個國際級的 台灣之光 好了 我不要賣罐子了 跟大家說 今天我們這兩位 變成歷史上的第一個 要加入 運門的老外 謝謝啊 當然是真的喔 太棒了 太開心了 太感動了 太棒了 謝謝學生長給我這個機會 多榮幸 首先問你一個問題 你有沒有聽過他們 當然有聽過他們最大的粉絲 是不是 真的 看過台灣的表演嗎 有 當然有 我還跟他們那個 李老師有卸過五 真的 吳一方老師我又卸過一年 沒有五的 唉唷 所以你今天跟他們一起訓練的時候 應該沒有問題吧 他們還是很厲害 當然他們很厲害 也代表台灣很好的台灣職工喔 他的話不多說 我們現在要歡迎 中間鄭先生 歡迎鳳 哈囉 大家好 我有兩朵花送你們 謝謝你 我可以拔的 可以可以放在這裡 可以嗎 可以可以放在這裡 哇賽好適的耶 你看 歡迎你們來 哈囉 你們這個建築很漂亮 我也是第一次來這邊 是是是 什麼變出來這麼漂亮的一個環境啊 其實是在幾年前 雲門本來在一個鐵皮屋裡面工作 然後在大年初火燒了 我聽過那個新聞 然後很多台灣的朋友 跟國外的朋友 大概有四千多個捐款來幫助我們 林老師就想說 應該是一個永續的 所以我們就蓋了一個這樣的聚場 超漂亮的 是很多人的幫助 你說的那個 很多人是在上面 刻他們的名字嗎 對 對 台灣的很多像廟宇也會有這樣的 就是會把名字寫在上面 那我們今天呢 有榮幸加入你們 看看我有沒有辦法 給別人真正的屋子喔 好 走 好 謝謝你 Let's go 好緊張喔 我也是 真的喔 你看 他們在這裡 開始排練了喔 哇 哇 感覺還蠻厲害的 感覺還蠻厲害的 好厲害喔 真的 這個真的是現代舞嗎 這個龍舟應該可以揉出來吧 妳覺得呢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欸 可以 台語喔 好像第一次 你知道你的舞蹈表演 有唱片的部分 對 比較少見 比較少見 我也是第一次 好 謝謝 好 謝謝 剛剛他們在 就是差不多跳了十分鐘 後來就全部都是 滿身大汗 其實他們每天 每天八個小時都是這樣 每天八個小時 每天八個小時 對 對 但是至少他們不用花那個 健身房子的錢 哈哈 不需要吧 每天在這裡運動嗎 而且很健康 很棒 那我們好了啊 去教我們你嗎 好 我先介紹兩個老師給大家 好不好 好 立姐跟雨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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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們參加這個團是大概多久了呢 我進團九年了 九年 大概八年 這個表演有沒有一個名字 這支舞叫十三聲 為什麼叫十三聲 這麼特別的 十三聲其實是 就是萬華地區的一個傳奇的街頭人 漫畫 對 漫畫 那他就是我們的藝術總監鐘龍 他用十三聲這個典故 在舞台上呈現出他童年的 對故鄉的回憶 如果我們今天要開始的話呢 你覺得最簡單的第一個動作是什麼 拍手 喔 好簡單 各位 我加油 運動了 各位 我走到了 這支舞拍手很重要對不對 對 這是一個基本的節奏 但是拍手也要有變化 啊 變化 來 對對對 所以你剛剛看到我們在一整排的時候啊 我們邊拍手 女生邊唱歌 男生邊跳舞 所以我們是有互相的關係 我們其實是在交流的 對 所以這個拍手要達到交流的目的 我們的第一個挑戰開始了 要練習台語 你是說台語不好吧 我當朋友啊 我已經比我好了 我比你好一些 好了 說台語 都可以 好 開始 開始 我們一句一句來 一句一句來 OK 滿洲香啊 滿洲香啊 什麼意思 滿洲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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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滿洲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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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感覺 我有靈魂 靈魂來了 不打到我 OK OK 老師繼續 好 好美 不好意思 你們有為什麼有吐了句話的幫忙喔 唔 還是 Polar 我的幫忙 也要放一些羅馬拼音 然後呢 我們再復習一次 但再去重褲頭好不好 重褲喔 滿洲香啊 好美 好美 vraiment 滿洲香啊 好美 所以 我拍出好了 滿洲香啊 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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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美 好 那想問你們一個問題 真的很好奇 去過這麼多的國家 表演那麼多的不同的地方嗎 印象最深刻是哪一個國家 其實是池上耶 哦 台灣的池上 池上是對啊 台東啊 台東的池上 對我們在池上秋收藝術節的時候 我們是在稻田裡面打舞台 然後你的背景就是 整個花東東古平原 是 所以是大山大海大景 然後你在稻田中央跳舞 非常特別的經驗 然後會有下大雨的時候 會有催大風的時候 會有艷陽高照的時候 完全不知道今天老天爺 會給你什麼樣的燈光 跟舞台效果 反正Show must go on 你們都不休息 下雨就是繼續跳 繼續跳 對 大雨就繼續跳 繼續跳 勇敢哦 真的很勇敢哦 那你們準備這次池馬的時候 有沒有遇到什麼特別的 有印象 是怎麼說是很特別的挑戰 其實最大的挑戰就是要邊跳邊唱 前面已經跳完了 然後你已經很喘了 氣喘如牛 你還要繼續大聲的唱歌 對 而且不是只有一句兩句 是兩大段 對 我們剛剛只學了四句 四句嘛 四句嘛 四句 你們通常一個表演 通常一個表演 是差不多多久的 不斷地在表演的時候呢 這支舞是一個小時的作品 哇我在想一個小時之前 你是70公斤 表演結束了 你就變成50公斤了 差不多 對不對 20公斤 留在舞台上面 都變成探紙 很不簡單 那你們在表演的時候 怎麼會讓觀眾 跟你們的舞者 可以了解這個觀念 其實在最早的時候 讓所有的舞者 都去萬華走走 所以萬華有很多廟宇啊 然後晚上有夜市啊 然後晚上那個巷子裡面很精彩 這些舞者是透過自己的經驗 自己在台灣這個地方 生活的經驗 萬華只是一個影子 把這些經驗引出來 就是我們一般對舞蹈表演 不是 現代舞 就是所有的表演 我們就覺得是一種 肢體動作 或者呈現 他這支十三聲的表演 不是由肢體動作 也有舞者的歌 歌唱 對對對 這個是在練習中 有遇到什麼困難嗎 或是怎麼會有這樣子的法響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其實我們最早就希望是 我們小時候啊 但是又跳舞又唱歌 可是我們長大了之後 就不跳舞不唱歌 我覺得好像 唱歌跟跳舞是可以在一起 所以我覺得這個想法是 從這裡開始 希望他們在舞蹈的時候 然後把那些歌曲唱出來 然後但是這很辛苦 因為有些 還辛苦 對 有些舞者會走音 所以他們花了很多時間上課 學這個聲音的部分 其實還去過八個國家嘛 包括英國啊 很多那個 美國啊 法國等等啊 到底 老外怎麼看你們的表演 每次演完的時候 老外好熱情 他們都站起來 然後就拍手拍手 拍手好久 一定是 所以他們好像看懂 他們應該是有被感動到 所以他們很喜歡 然後我聽說 果泰跟雲門的關係 好像維持了蠻久的一段時間 沒有幾次好像是28年 我覺得這真的非常不容易 但是我們關係要維持這麼久 所以我們帶來這麼精采的表演 是有什麼樣子的方法去維持呢 我覺得最早以前是 林老師跟蔡宏圖先生的一通電話 然後就讓這件事情開始 然後好像國泰跟雲門 都有一個相同的理念 希望可以用舞蹈 讓這個土地啊 讓台灣的民眾 接觸更多藝文 然後有一種不一樣的東西 在這個生活裡面 對於美好的要求很多 所以大家這麼多年來 就是這樣子 一路一直走下去 而且還有戶外公園 然後還有在社區的演出 在戶外公園 會有好幾萬人在看現代 然後我們還會去一些社區啊 一些其他地方做演出 所以我們希望把舞蹈帶到很多地方 這支影片一定是很多人會看的 對 你要不要跟我們的觀眾說什麼嗎 宣傳都可以 我們今天7月會在 兩天院廣場跟台中市政府做13聲的演出 大家一定要來看 但是我也要藉這個機會感謝吳鳳 他把很多台灣很棒的東西 分享給大家 現在是太感動的一天哦 真的非常非常感動 謝謝吳鳳學長 讓我有這個機會 不客氣 我是非常開心 你願意加入我一起體驗 因為對我來說也是第一次啊 真的真的 讓我的夢想成真的 非常感謝 你可以跟很多婆婆的朋友 也很多外國朋友 可以分享這個時刻哦 真的真的 真的我有加入過台灣雲門無籍的訓練 這是一個很大的榮幸耶 真的非常大的榮幸 基本上來到台灣的外國人都知道他 對 對不對 因為他們太有名了 在我們的國家 其他的國家 在很多地方他們都表演過 一看到他們 讓我們加入多天啊 好像是中樂透一樣耶 真的 雞皮疙瘩到現在還是 是啊 而且朋友們 千萬不要難過你們 錯過他們的表演 馬上跟大家分享一個好消息哦 讓大家會覺得哇塞 真的嗎 沒有錯 真的 因為那七月有兩場表演 你們可以免費入場哦 一個是七月四花在台北 還有一個七月二十二號在台中 不見不散 那更多的資訊 會在我們的資訊欄上 大家可以看 我們下次見 影片結束了 但是他們的表演 永遠會等著你們 你們都回去贊贊 謝謝你們 by bwd6